種植花朵看似簡單 其實內藏深奧學問 一朵看似簡單的花朵 其中卻藏有宇宙奧秘 得此花者 稱霸天下 你想要成為原藝大師嗎 你想要成為基因博士嗎 你想要拿到最無價的藍色玫瑰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沙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今天要來教大家 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 種植出藍色玫瑰 這朵藍色玫瑰 可以說真的是非常的難拿到 也是非常的稀有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也希望各位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對影片按個讚與分享出去 這些對於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感謝各位 那麼由於今天影片內容非常的扎實 我們就不廢話了 趕緊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Let's go 那麼在開始之前 要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花朵交配的種植方式 以及花朵的生成概念 還有基因的淺知識 當然如果都知道的人呢 想直接知道藍玫瑰的種植方法 可以直接挑到影片的第三段 我會把時間軸放在置頂留言處那邊 好的OK 讓我們先開始前面的部分吧 在遊戲中 花朵其實與現實的花朵一樣 每朵花呢 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基因 這些基因控制著花朵的顏色與亮度 以及在與其他花交配的時候 下一朵花會是什麼顏色等等判定 那麼在遊戲中呢 絕大部分的花朵啊 都是由三種基因所控制 而當中玫瑰呢 比較特別 是由四種基因所控制 所以就玫瑰來說啊 它的基因分別有 控制紅色的R 控制黃色的Y 控制白藍紫的W 以及控制亮度的S 透過這些基因的組合要素啊 就會產生出遊戲裡各種顏色樣式的玫瑰花了 不過由於今天主要是要來說明 如何有效種植藍色玫瑰 所以關於基因這塊比較深入的層面呢 在這集就不多加贅述了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某一期當中呢 再來與各位詳細介紹 畢竟這塊內容真的很大 當然對於基因這塊很有興趣的玩家啊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會為各位盡快的整理出來的 那麼這邊各位就先由每一朵花 都有一組不同基因這樣的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在了解完花朵是有基因的這點之後呢 就要了解花朵的生成機制與種植方式喔 首先在Switch這版的花啊 新增了一個不同的系統 就是花朵會自我複製這個系統 也就是說呢 一朵花的周圍八格 如果沒有其他花朵的話 在澆水或者下完雨之後呢 是有機率會生長出一模一樣的花朵的 而這邊一模一樣呢 不只是顏色一模一樣喔 是連它的基因序列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如果周圍的八格內有花的話 並且這些花呢 是已經雜交過的花 那自我複製的狀況呢 還是會在有空格的狀況下機率發生的 那麼引用這個概念之後 整體來說呢 要怎麼讓花朵之間可以進行交配呢 首先要有個概念 兩朵花只要相鄰的話 就會判定為交配 所以不管是直線或是橫向 以及傾斜這樣 都會判定兩朵花都是在進行交配的 而只要附近有預留的空間 新的花朵就會出現在那 像畫面中我們擺上硬幣的地方啊 就是有機率會產生出新花朵的位置喔 所以只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讓花朵之間交配 好產生出新的花朵 那剛剛給各位看的是比較基礎的種植結構 接著還有像這種的 我們稱之為棋盤式種植 以及這種類似棋盤種植的方式 這兩種方式呢 都是可以有效的利用空間 讓花朵們可以有更高的機率互相交雜 以提高不同顏色的新花所誕生的機率 所以各位玩家可以參考看看 當然還有其他種植方式的話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喔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 記得每天澆水 如果當天有下雨的話呢就不用了 交給雨水即可 第二 花朵長出新花是機率性的 所以並不一定今天澆水 明天就會有新花出現喔 那目前只知道這是隨機的喔 所以若要增加新花的出現機率啊 就會需要一大片的花田來產生喔 正所謂大數量啊 最後如果花朵移到沙灘的話 目前已知是會暫停成長的喔 所以如果真的玩到後期啊 當自己的花朵爆量的時候啊 又生怕花朵之間呢 互相意外的交雜 從而影響基因序列的話 是可以暫且先將這些花朵移動到沙灘上栽種 以防止它們之間意外的交配而打亂基因的分配啊 好的以上大概就是在種植交配前 所需知道的一些基礎小知識啊 那麼接下來呢就要開始說明 到底要如何有效的生產藍色玫瑰啦 可以說這塊真的很刺激呢 首先如前面所說 藍色玫瑰真的非常的稀有 那到底有多稀有呢 就花朵的基因組合來說啊 是可以數學的方式來算出機率的啊 那以玫瑰來說的話啊 分別有100%的橙色玫瑰 50%的粉色與橙色玫瑰 還有25%的黑色紫色粉色以及雜種紅玫瑰 當然還有一個特殊色 也就是金色玫瑰 而這個特殊金色呢 就是上一集說到關於黑色玫瑰的這個部分喔 它必須透過黑色玫瑰互相交配 一定要以黃金膠水壺灌溉 接著就有機率一定會出現這種金色的玫瑰啦 那麼說到這你可能會疑惑喔 為什麼有些相同的顏色會在不同機率裡出現 主要是因為這與玫瑰的基因組合有關喔 導致在不同的機率上也會發生同樣顏色的結果 那這部分如同前面說的 算是比較深入的基因區塊 這邊由於影片時間關係啊 就不多加贅述了 再之後會做另一部影片來跟大家好好的詳解一下 那麼說回藍色玫瑰 這一朵無價的玫瑰究竟是幾%呢 答案是 1.6% 沒錯 也就是1.64的機率 非常的可怕 至於為什麼這麼低 主要就是藍色玫瑰是需要透過 兩個雜種紅的玫瑰交配而成 那關於這個雜種紅呢 雖然上面是有提到在25%的機率上可以得到 但相對的也是25%的機率不會獲得 也就是有可能還會出現其他的顏色喔 因此這樣種種的關係 大大的提高了藍色玫瑰出現的難度 可說這朵藍色玫瑰呢 要被美譽為無價的藍色玫瑰呢也不過分啊 那其實在某些大佬的努力下啊 發明出了一套方式好增加這個藍色玫瑰的出生機率啊 並且最高可以達到25%的出生機率 相比原先的1.6%呢 可說是超大的躍進啊 那要怎麼做才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呢 好的各位 接下來要說的內容呢 可千萬要聽好啦 首先第一步 各位一定要準備在島上所販賣的白色玫瑰種子 與紅色的玫瑰種子喔 或是島上的原生玫瑰花也是可以 但切記一定要是島上的 因為島上不管是商店啊 或是原生花呢 他們的基因組呢都是相同的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來利用這些白玫瑰啊 交費出紫色玫瑰 以及另外一邊利用紅色玫瑰培育出黑色玫瑰喔 那這些黑色玫瑰呢 在後面的步驟會需要用到 大家一定要記得 第二步驟 利用剛剛白色玫瑰交配得到的紫玫瑰 再和島上的黃色玫瑰交配得到白色玫瑰 這邊則要切記喔 一定是要島上的黃玫瑰 或者是黃色種子培育出的玫瑰才可以喔 那在第二步驟所稱出的白玫瑰啊 我們在這裡暫且稱之為 2號白色玫瑰 第三步驟 這一步呢算是整個步驟當中 最難且是最耗時的 因為在這步驟有一個東西叫做篩選 首先呢 我們要先拿第二步驟的2號白色玫瑰 再與另一朵紫玫瑰互相交配 得到另一朵紫玫瑰 接著拿這些紫玫瑰啊 再去和島上的黃玫瑰做交配 而這個步驟呢就是篩選了 紫黃玫瑰交配後呢 若出現黃色玫瑰的話 這個紫色玫瑰就是OK的 而這個機率呢 為50% 那如果都只有出現白色玫瑰 那就是不好的紫色了 我們就不要這批紫色玫瑰了 在這個步驟會建議是 生出3到4朵玫瑰後再做定論 因為在紫黃玫瑰交雜的過程中啊 所生出的玫瑰有時候會是黃色 有時候呢又會是白色 在這樣的狀況下呢 其實都算是好的紫色玫瑰 如果在經過多輪的狀況下 都確定是 只有白色玫瑰的話呢 那就跟上面所說的一樣 算是不好的紫色玫瑰 而這批呢就真的都不要了 所以這個步驟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的說完可怕的第三步驟後呢 接下來的道路呢就會輕鬆許多啦 第四步驟 接著利用篩選出的紫玫瑰花啊 互相交配再次得到一朵新的白色玫瑰 這邊呢我們就先暫且稱這朵為 3號白色玫瑰吧 而這些白玫瑰呢 將會是你得到藍玫瑰的至關重要的花朵 所以呢千萬要好好保護啊 當然如果這批紫色的玫瑰啊 一直不出現白玫瑰 而是生出下一批紫玫瑰的話 也是可以再利用這些紫玫瑰再互相交配 他們所誕生出的白玫瑰啊 也是符合剛剛所說的3號白玫瑰啊 第五步驟 好的以上一部分的工作啊 進行完之後呢 在這期間你一定有用紅色玫瑰 培出黑色玫瑰吧 除非真的臉太黑 那就真的得努力培育啦 因為這些黑玫瑰呢也很重要 第六步驟 將剛剛第四步得到的3號白玫瑰 和第五步的黑玫瑰 互相交配得到新生紅玫瑰 而這些新生的紅玫瑰呢 就是具有能力可以提高藍玫瑰機率的關鍵之一啦 第七步驟 將這些新生紅玫瑰啊 再與第四步驟的3號白玫瑰交配 會得到橘色玫瑰 目前所得到的資訊指出啊 這些橘色玫瑰出生的機率為12.5% 所以要耐心培養 養出來天下就是你的啦 另外就是這些橘色玫瑰花啊 也是有6.25%的機率可以交配出藍玫瑰的 所以也可以在這培養期間啊利用以下看看 第八步驟 將這些橘色玫瑰與第四步驟的3號玫瑰再交配一次 就會得到第二代的新生紅玫瑰了 而這個第二代的新生紅玫瑰的出生機率呢 就會是完完全全的25%了 第九步驟 將這些新生的第二代紅色玫瑰互相交配 就有25%的機率可以得到藍色玫瑰啦 OK說完了 各位不知道你們還可不可以呢 好啦我知道 可能有些人都聽到有點傻掉了 不過其實不懂的話呢 就多回去看個幾次相信我絕對可以理解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複雜 而這些步驟呢 卻是真真實實的提高了藍玫瑰的出生機率 讓他變得不是不可能 那其實這些步驟呢 算是比較簡化的說法 當中所應用的方式啊 就是利用生物學的龐式表 來去計算基因組的搭配與替換 而去相互組合出最高機率的基因組合 其實講白一點呢 就是與現實當中的基因工程有點類似啊 當然也沒有那麼複雜啦 所以呢 在下一集當中啊 我們會更深入的解釋 關於動物森友會中 這些花朵的基因組合 以及怎麼去計算花朵之間的基因 與特定的顏色花朵出生機率啊 好讓各位可以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或是可以自行的去做運算 總體來說呢 下一次就是要來跟大家上生物課啦 可以說動物森友會啊 真的是把這些細節呢 做到了極致啊 從每朵花的基因都是不同的組合來看啊 真的是相當的可怕且吸引人啊 當然這朵藍色玫瑰如果不想去研究 或者是想要更快得到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直接到有這朵藍色玫瑰的人那邊去 換一朵或者拿回來複製一下 哦對了 這邊要跟大家說一下 藍色玫瑰呢 互相交配的話呢 也只會得到藍色玫瑰 所以呢 只要得到的話呢 就可以量產了 而這主要也是與藍色玫瑰的 RRYYWWSS這樣的基因組合有關 好啦 希望這次的影片內容呢 對各位會有所幫助哦 不懂的各位呢 或是有什麼心得想要交流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先到這了 希望這些資訊真的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呢 歡迎按個讚 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還沒訂閱朋友呢 也歡迎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你才可以收到我們頻道的 第一個直播還有影片的更新通知哦 好啦 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是沙皮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出名得好好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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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